死不知是不是太緊張 一路化妝的時候一路出汗 Hello 大家好 我是唐柯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現在大家看到我素顏的狀態 就知道是跟我get ready with me 其實自己已經很久沒有拍這個get ready with me 所以其實是有點緊張的 其實在這個素顏的狀態之下 面對大家其實是有點害怕 沒什麼信心 剛才已經調整了很久 然後才找到最好的角度 自己很少拍這類型的影片 想跟大家聊一下 加上差不多要化妝 好 如果想看的話可以繼續看下去吧 好 其實自己已經做了護膚的程序 還有帶了con con我是帶Olan 這個啡色我覺得很好看 而且這個直徑不會太大 所以我平日也很喜歡用這個 最重要是要上防曬的 最近用這個pola 50度PA++++ 我自己覺得很好用 現在正值生日 自己也想拍一些生日的get ready with me 在想應該說什麼好呢 鏡頭前的你們呢 知不知道我多少歲 現在還沒過生日 我就是27歲 過了生日就已經28歲了 之前的想法 就會覺得28歲 其實都好像很老一樣 現在這樣說完會不會想打我呢 現在這個階段呢 我自己覺得其實我自己的心態呢 還是差不多23-24歲 你內心是還有一個小朋友的心 我是一點都不認老的那些人 然後呢 先上這個粉底 這個是有護膚功能 近期皮膚都不錯 所以其實我不需要太多這個遮瑕度 所以我也是想找回這些護膚成份的粉底 加上轉季呢 所以我也要用回潤一點的粉底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 這個粉底呢 我是可以直接用手上的 自己覺得呢 這個也是很方便 剛剛呢 就說了這個心態上 一直呢 我都是不會有這個型老的心態 當你呢 心態年輕 自然呢 我覺得是有吸引力發生 那時候我試過呢 不化妝去跑步的時候 有些剛剛跑完BSE的男生來撩我 我都會有點開心的 因為我會是覺得 竟然他們呢 不覺得我是依依姐姐級 那時候呢 我是拒絕她的情況下 我說 你知道我是姐姐來的嗎 然後她馬上凹過醉 其實呢 內心是真的會暗爽一下 就算呢 可能你去到覺得自己認為老的年齡 其實自己的心態呢 年輕的時候 都會令到你外貌上 外表上都會年輕 所以大家呢 千萬千萬不要認老 我就用這個遮瑕筆 遮我的黑眼圈 這個是雙頭筆 一邊是好像highlight 是會有少少微微的珠光 另一邊呢 就是牙光的 那我就會用牙光這一邊 遮瑕筆 淚溝的位置 還有提亮這個髮令紋的位置 除了這個心靈 可以認老之餘 實在身體上也是 認真過了25歲之後 身體上的機能呢 你都會感覺到 就好像我之前很喜歡喝酒 喝完一晚酒之後 就已經令到自己的身體很辛苦 可能18歲之前 你可以通頂 通幾天都可以 但是呢 到現在我這個年齡 玩半萬左右就已經很累了 對於我來說 運動真的很重要 今年呢 我自己多接觸了Yoga 這件事 又不會真的太過激烈 加上呢 會令到身心靈 都真的會有個調整 本身是很不喜歡做一些靜態活動 人大了之後 感覺上呢 真的需要一些比較靜態的活動 去靜化心靈 這個鼻的位置 自己都很少打的陰影 都會把比較白一點的遮瑕 對啦 畫上鼻涼的位置 還有這個鼻頭的位置 然後呢 都是用手指去brand開它 還有這個 嘴角的位置 來到碎粉了 那我就會用Lancum的碎粉 對於我來說呢 這個又不會太乾 自己覺得 也挺好用的 這個碎粉 本身一直用開呢 用了Lancum之後呢 都覺得這個不錯 那我自己呢 會上多些碎粉 都是戴口罩 還有呢 我自己是不喜歡 有粉底的黏黏的感覺 要跟大家說啦 人大了呢 真的要多些接觸運動 可能你真的到40歲的時候呢 你就會很後悔 當初為什麼年輕的時候 沒有接觸運動 這件事 因為我媽媽也有拖過 當她上了年紀的時候 想開始令到自己身體健康一點 但她體力上呢 真的無法負荷 所以其實呢 她自己會覺得 為什麼當初年輕的時候 不去多些接觸運動 還有呢 真的找自己的興趣 還有呢 其實今年我自己 都開始了打網球 是跟我男朋友一起打 因為剛好呢 我住那裡同一棟 看到有個阿sir 他經常都拿一堆網球 就發現他是不是教網球 竟然有一天 在電梯上真的有碎粉 然後我就主動問他 就說 Hello minuto 打網球 這件事除了真是很普通 令到自己身體好 想做多些運動之餘 商人運動 其實也會令到 我和我男朋友 都會覺得是多了一條興趣 拍拖這階段 找多一些一些二人活動 去學多一些事 令到自己感情升運 今年我和男朋友已經是七年 算是七年之養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這件事 但對於我們來說 都尚算是起熱戀期階段 也有很多人問我們是否同居 其實我們不是同居的 只是我們住得很近 可能坐的士只需要三十元 就已經可以見到大家 雖然都是一起的 但這些感情升溫的動作都需要去做 其實我自己也很開心 今年多學了很多不同的運動 好 現在底妝就已經完成了 自己沒有特意遮瑕圈遮得太多太厚重 最近自己純相 自然一點 自己就沒有特意遮得太強 來到眉的部分 只是會用染眉膏 自己不想調眉 太實色 而且我自己是有做飄眉 其實底部已經有顏色 所以我自己用這個染眉膏 是因為想配合我髮色的頭髮 剛才就已經講開這個運動 然後就伸延到感情方面 可能IG的Q&A 然後都會問我們感情再說 然後問我們什麼時候結婚 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真的不急 本身我們兩個都是比較迷信的 然後師傅也說過兩三年 結婚是最好的時機 我們會有所有的共識 始終我們都一起得久 然後也會談結婚 說什麼時候等等 所以我們就耐心好了 可能過多兩三年的時間 有些人就說有兒子趁暖 對於我來說 如果我自己身體上 保持得到的 還有我相信科技發達這件事 都不會說真的吹趕自己 真的要早點去快點結婚 生小時候就一定會覺得 25歲一定要結婚 然後27歲就一定要生小朋友 對於我現在的狀況 趁現在還有自由的空間 兩個人就可以做二人世界的事 趁這兩三年 我們兩個都想事業上更好 就會令自己覺得之後的生活更安穩 所以其實我也完全不急 有些女生就會很幸嫁 但其實自己就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起碼自己現在會想定 你自己現在的生活是怎樣過 會計劃之後會是怎樣 而且我們兩個都會想趁這段時間 多一點二人世界 我就一直上眼中說 我們都會想如果真的結婚的話 我們就不會再二人世界了 就會馬上有小朋友 想生小朋友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都很喜歡小朋友 這個是Too Faced巧克力盒 裡面的顏色大多數是啡色 我自己會用淺啡色 做這個輪廓眼窩的位置 自己起來的時候感覺到眼睛很準 剛才說了我感情狀況 然後說事業上 我這一兩年都已經自由了很多 本身我是真的回 朝十晚餐 我想起那時候的生活 是真的很辛苦 十點就一定要回公司打卡 打卡的模式 還是要用手指毛 就是office的生活 我真的覺得已經受夠了 那時候我已經回了好幾年 然後浸久了的時候 就變成part time 那時候我是類似做留案的 就是完全是想不到 那些人 就是關於office上的事情 要計算 幫人去做留案 然後慢慢就已經脫離了那些圈子 然後就做了free 其實從去年開始拍片 為什麼拍片呢 是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有這麼多資源之下 還有很多不同的觀眾 都會問我 就是IG direct 那我就想一想 不如我拍片 然後一次過解答你們就好 那Suan都很支持我 她整天是教我 用什麼方法去剪片 那時候是連起電腦 到save影片都不懂 我都會問她 因為我的影片save了去哪裡 完全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我是電腦白癡 我是因為想剪片 而真的買電腦回來 然後剪片 真的由零開始 算是跳出了我的comfort zone 就開始去學拍片 其實我是很尊敬所有YouTuber 就是他們出片的時候 真的很勤力 然後又要上字幕 我一開始就剪了一條片 我又是覺得 嘩 這麼辛苦 為什麼上字幕呢 都要上幾個小時 那現在呢 其實拍了一段時間 不是說太多人 現在可能有一定的觀眾 然後你們又會問我 可能牙醫的資料 或者脫毛的資料 或者白癡的資料 等等 都可能會答謝我 去完之後滿意 跟我說真的很好 等等 我就會很開心 我真的很喜歡開心出來 我覺得呢 真的幫到大家的時候 我自己都會很開心 一開始呢 我對著鏡頭 也是超級緊張 都會覺得我自己說話的詞會 是很少 慢慢去學 慢慢 一邊拍一邊會進步 很慶幸自己又開始拍片 那時候在疫情的期間 在家裡又沒什麼做 所以到現在真的可以說 我完全沒有後悔過拍片 到現在我都會覺得 剪片也有點辛苦 上字幕也有點辛苦 但是那個成功感呢 是大於辛苦 所以其實我也會繼續去拍片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 那眼頭的位置呢 我都會上閃閃的眼影 我都很喜歡這盒眼影 這盒眼影呢 是比較橙色的 都會用這個金色 上在眼皮上面中間的位置 做點亮 還有下眼皮中間的位置 上一點金色眼影 大概眼影就上了這麼多 那一會兒再上 先會畫這個眼線 然後呢 我會用這支 Kiss Me啡色的眼線筆去畫 我自己都很感恩 我自己人際關係上呢 我覺得都不錯 現在已經篩走了 對我不是那麼好的朋友 就是所謂的真朋友 同假朋友 到人大了 已經是少了Social 會感覺到Social的時候 你真的很累 其實是這麼辛苦 那不如順其自然吧 那如果真的有些新的朋友仔 當然都會去認識一下 自己就不會再去強求 要去認識一些新朋友 我自己眼尾都會拉出多一點點 自己會喜歡去捏高一點點的鼻子 就去填上眼頭這個位置 一點就OK了 那就會令到眼睛更加大 好 安全畫好上眼線 用這個Shashado的Camp 通常都會用風通去摧熱它 現在大過了 人仔關係上 都真的不會隔眼來 小時候就會 好想認識多些朋友 朋友的朋友認識別人 始終到大過了 就會發現 如果你是隔到 那自然就會埋對 如果隔不到 我也會做到HBF 當然不會去到做仇人 不會去到做仇人 不會太心急 始終小時候 試過給朋友 背叛等等 大過了 認識朋友 合到的時候 才會去到很親密 之後我都會用 Kiss Me的Mascara 通常用的時候 都會刮走多元眼睫毛液 或者都很慶幸 現在身邊的朋友 不會每天都要見 但是你一見面的時候 就會感覺到有姐妹的感覺 現在都算很幸運 認識到一些朋友 有些合作 都會合作到一些生意等等 你問我 可能本來你還有什麼等等 其實我什麼方面都會做 可能投資上這幾年來 認識的朋友 全部都對我很好 有時候IG的Q&A 或者Direct 有些女生都會問我 怎樣找公號 友誼等等的東西 小時候工作上 可以真的出去認識多些朋友 可以創造更多的機會 慢慢認識一些朋友 累積下來 當然未必每個人都做到心交的朋友 認識不同的朋友的時候 對於我來說 可能朋友上 除了純友誼之外 可能有時候都會創造不同的商機 不同的合作機會 近年來 朋友上都真的幫助了我很多 通常這些下眼眉的位置 我會用棉花棒上 深啡色 上起眼眉 上眼皮的位置 都可以加深一點 下眼皮的位置 會拿回遮瑕筆的另一邊 它這一邊是有一點閃發的 我就會加起下眼皮這個角位 就會顯得更加大 對啦 這個位置 下眼皮 下眼節目先 不如說說 自己有家人在澳洲 疫情期間 其實這兩年沒有見過大家 其實自己生日月望 最想真的 可能我們家人飽媽 然後我 然後過澳洲 見我的家人 或者可能他們可以回來香港 真的都很掛念他們 可能新年 中秋節的時候 需要一家團聚的時間 我們就真的做不到 所以新一年 我自己都比較想這個疫情 真的會快點完結 就可以看到家人 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都要身體健康 看到爸爸媽媽越來越老的時候 發現身體越來越不好 你就會越來越想珍惜 珍惜他們的時間 這些是無可避免的 新老病死這件事 所以為什麼這麼想多些一家團聚的日子 就是這樣 這個是SUQQU的胭脂 零八號色 坦橙的 粉粉的 有點漸別 自己都沒想太多了 金錢上 或者感情上 都可能已經穩定 說真的 錢財生外物 最重要都是親情 最大的願望就是一家團聚 然後呢 我就會上這個 MAD的子彈唇膏 今年的願望都真的不會特別多 人大了 都最重要是 家人身體健康 由家人在外國的時候 都想快點一家團聚 今天妝已經完結了 一會兒都會卷 設定頭 好 我就已經換了衣服 設定頭 完成了這個生日版的 GET READY WITH ME 之後呢 都會有少少的生日片段給大家看 好啦 那記得LIKE這條影片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和欣賞以下的生日片段 大家不要以為照片很漂亮 但其實呢 湊戶外呢 又曬了 然後就 我的頭髮 你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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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喝一口 等等生日那個 哇 好漂亮喔 喔 啊 那我小心搜子 有 我小心 你不想喝嗎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啊 謝謝 謝謝 梅白龍 呀 嗚 嗚 част beer 啊 加拿 kep 加拿球 加拿召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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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氣球,會爆 可以嗎? 可以的 小心 是 裡面會有氣球 可以 可以的 我拍片 好可怕 阿咪 快點 來 很快 很美 來 好可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